今日,孟美琪与吴轩仪以及自宁正式回归火箭少女,就在网友认为11位少女将整装待发时,一张火箭少女的活动海报再次引发热议,孟美琪被热议C位不保护,从观伯发出的海报中,不难看出,最鲜艳的则是杨超越宇队赵有梅,两人分别是前C位与中C位置, 而孟美琪吴轩仪则成为了副位,引发热议,此外,回归火箭少女后,二人也首次公开现身引发关注,孟美琪与吴轩仪同框合体,在23日一早,媒体纷纷报道,孟美琪,现身北京机场飞往西安工作,吴轩仪同样也是现身机场,二人工作目的地因是相同,前往西安参加宇宙少女活动, 在二人出行时并未愧前往,但是在归来时,孟美琪与吴轩仪合体回京,引发媒体及网友的关注,同框的二人孟美琪依然面无表情,吴轩仪则是笑容满满,吴轩仪与孟美琪8月23日晚,孟美琪与吴轩仪一同游西安,返回北京抵达北京首都机场, 照片中可见,孟美琪身穿白色T恤搭配黑色短裙,时尚亮丽,装扮清新,一头黄色的头发十分细精漂亮,吴轩仪则是身穿白色长袖T恤,一副甜美甜甜的笑容,心情刺激十分不错, 两人也是退出火箭少女当回归女团后的首次合体,一发无数网友关注,此外,此行前往西安孟美琪,更是早上去晚上归,可见两团并行工作十分辛苦,吴轩仪被招拍笑容众所周知,就性格而言,孟美琪属于少说,多做且不太上场表达自己,现身经常大多是表情严肃或念无表情, 加之西威刚刚丢失难免无心不笑,而吴轩仪则一直是爱笑,甜美的笑容时常挂在脸上,此次,孟美琪与吴轩仪合体抵达北京机场,在镜头拍摄孟美琪时, 其身后的吴轩仪则是笑成了表情包,被抓拍下来,一脸纯真的笑容十分具有感染力,二人这样的同况后,也是十分有趣。 此外,二人的表情似是也,透露出现在的心情,孟美琪次是明显还处于C位的影响中,毕竟是万三努力后才拿到的C位,不料转眼却丢失, 孟美琪近战吴轩仪与孟美琪网友看到后,分分评论道,美轩终于合体了,希望越来越好,吴轩仪到哪里都笑得那么甜,发现好像吴轩仪都习惯走在孟美琪的后面, 基本充自己认定的了,吴轩仪在孟美琪身后真笑容表情包了,哈哈,两人颜值还是那么高,同况后谁最美呢,三只大哥还是那么酷那么美,加油,大家心中永远的C位。